就是娛樂 大家好 我是大凱 今天我們又來到市場啦 大凱今天帶了三個可愛的小幫手 但是呢 他們到底是會真的幫忙 還是幫到忙 馬上歡迎他們 Yeah 來來來 你看 我們什麼時候要停下來一跳 來來來 我們先跟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說 妳叫什麼名字 我叫Jasmine Jasmine 小茉莉對不對 對 茉莉花 那妳呢 Rachel Yeah 那這個小帥哥呢 Ryan OK 我們今天有Ryan Rachel跟Jasmine 三位小幫手今天要來帶我們找什麼呢 來喔 妳們要幫我看它長得像什麼喔 好不好 來了 火龍果 等一下再說火龍果啦 來囉 1 2 3 火龍果 妳們覺得它像火龍果 妳們知道這個字怎麼唸嗎 不知道 那我教妳們這三個字怎麼唸好不好 這個叫做 甜菜根 兩根 我覺得它們有點難控制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妳們知不知道 甜菜根要去哪裡找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 Ryan 來來來 我跟你講喔 甜菜根我們要去 應該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要去蔬菜攤的 好不好 蔬菜攤喔 OK 走 甜菜根有嗎 就只剩下最後一顆 只剩下最後一顆 現在很缺啊 現在很缺喔 就是它最後一顆 沒有關係我們再問問 欸 來囉 走囉 大聲的問老闆 甜菜根有沒有 來 1 2 3 甜菜根有沒有 沒有 今天剛好沒了 怎麼辦 沒關係 還有還有還有 市東市場很多 老闆 謝謝 甜菜根兩根 那這個是什麼攤 這是什麼攤 花攤 花攤 唉唷 不錯不錯 滿好的 走 妳好 妳好 妳們要找什麼 現在要兩個甜菜根 有人找到了 妳問老闆說 這是不是甜菜根 這不是甜菜根 是 老闆 所以你會多了 叮咚叮咚 YA 幫你們自己掌聲鼓勵 YA 找到甜菜根了 妳們覺得長得像不像 像 但是怎麼搞的 這個外面怎麼是土土的 這個是紅紅的 因為這是洗過的 這個沒有洗過 是不是剛花出來了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要問問老闆 老闆 我們家的Jasmine說 這個是有洗過 這個是沒洗過的 是這樣子嗎 是啊 是啊 來囉 老闆娘要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甜菜根要怎麼挑選 剛剛小朋友挑得很好 而且市東市場 我們剛剛問了三攤 然後他們都說 這個季節甜菜根比較少 比較少 為什麼妳還有這麼大顆 這麼漂亮 妳過的時候要早啊 要特別早對不對 所以這個 甜菜根平常 台灣盛產的季節 不是幾月到幾月 夏天吧 夏季 夏季比較多 夏季比較多 可是像我們剛剛看到這樣子 它外皮不是紅色的 洗乾淨就是紅色 洗乾淨就是紅色的 那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甜菜根在這個清洗的過程裡面 常常會把它手染得紅紅的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怎麼樣 避免這個狀況發生 檸檬 用檸檬刷 用檸檬刷 對 用檸檬 檸檬水 檸檬水 喔 先擠一點檸檬 然後做一個隔離這樣子 對 那可不可以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好的甜菜根要怎麼挑呢 肚一點 結實一點 重一點 硬一點 哇 這一顆硬度 沒話說 百分之百的 超硬的 那甜菜根平常大家都會做什麼料 打果汁 蛤 打果汁 甜菜根是不能煮的喔 它可以燉紅酒喔 那對身體很好 喔 大部分都是拿來打果汁 老闆娘 那我們在菜市場買到甜菜根 可以 存放多久 大概一個禮拜吧 你要把它包好 不然它會軟掉 所以最好的存放方式是什麼 切開 你如果沒辦法一次使用 用保鮮膜 或是 把它蒸熟 用保鮮 先蒸熟 然後要吃多少 蒸多少 不過 我們吃到甜菜根 不管是果汁 或者是做其他的料理 都會有一個土味 我們要怎麼樣避免這個土味 這多少難免都會有 但是應該他們都會夾東西 讓那個土味 那個味道降低 所以做搭配 甜菜根拿來做一個搭配的料理 對 然後讓它的土味 可以稍微降低 對 OK 沒有人單吃它 沒有人單吃它的 好不好